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如果喜欢我们这期节目 也请帮我们按赞 今天要来继续关注 中共无人机饶台的事件 为什么继续关注 因为 今天 第一次 击落了对方来的无人机 真的是大快人心 真的是 对 再来啊 告诉你 主要是我们上一集有讲 因为上一集我们有讲过 就是中共过去这几天 一直都用无人机来侵扰我们的外岛 然后 然后就拍摄一些照片 一些影片回去 然后我们上一集有讲 是第一次 我们台湾第一次 实弹反击 因为之前都只是信号弹 或是什么驱离这样而已 上一次是实弹反击 今天是 真的把它射下来了 看到新闻我真的很开心 对啊 然后也觉得中共真的是不要太过分 不是 本来就应该起落了 坦白地讲本来就应该起落了 但是上一集 我也在节目里面讲 我能够理解 为什么先前没有采取这个动作 第一个 中国做这些动作 极其无聊 极其无聊 那我记得 邱国正国防部长讲 说是不需要随之起舞 对 我赞成了 很无聊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事情后来造成了这个后续的效应 对台湾很不好 对 对台湾很不好 因为他们就是弄了这个民用无人机 对 我在节目里面上次讲 我根本不想讲它是无人机 根本就是空拍机 对啊 就是一般我们拍照 那种空拍的那种 对拍了这些镜头 好像好了不起啊 随时要来就 就像他们这个 到我们的防空识别区那边绕一绕 然后就宣传成 好像说随时都可以到台湾来 上空来这边绕绕行 哪有 没有 对啊 他就在航空识别区绕绕 你敢进入领空吗 我在节目里面讲过 你进入领空就把你击落 就把你击落 这次这个金门的事情 确实是进入领空 嗯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毫无疑问 对 但是呢 他就是在玩这个灰色的游戏 对 用个空拍机 对啊 看你怎么办 对啊 然后你如果不处理的话 他就拍一些照片拍回去说 你看我们爱去就去 就像就像在这个军机绕台的宣传一样嘛 我爱绕就绕 是是 对就是玩这种这种小把戏 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 美军你说台湾海峡是内海 不是国际海域 美军就告诉你 我就要通过 对 他事先告诉你我要通过 有实力的人就做这种事情 没有实力的人 就像这种 中国大陆这种小鼻子小眼睛的做法 对不对 你有种派军用的 军规的无人机过来嘛 你有种你派过来嘛 你派过来嘛 我看打不打你下来 是 对不对 一眼看就知道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过来这边 故意过来这边拍照的 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 我家常常看到 我住在乡下 对 对不对 周围都是稻田 农民都用这种无人机来帮忙撒农药 对不对 又怎么样嘛 我在第一次看到 我记得还是跟你在东澳那边 对 看人家在钓鱼 是 用无人机去把那个鱼饵放到外海去 对 放下去 对 对不对 对不对 不就这种东西吗 民用的东西 对不对 就拿来这边 哇 好像 他也算定了 我就是民用的东西 你也拿我没什么办法 对对不对 就像是他也算定了 我不管是跨越海峡中线 或者是进入防空识别区 那个都是国际空域 台湾也没有办法拿它怎么办 但它就是要做这种假象 对 我们过了海峡中线了 我们进了防空识别区了 还要去制造一些假象 就是我们进入空领海了 对不对 在那边自嗨 在那边骗人 中国共产党 中国 中国解放军 就是这么一点能耐 不就是这样子吗 现在把你击落了 很好 我觉得很好 这次 国民党 一个立法委员的反应 我觉得很好 它为什么反应得很好 因为它是金门的立委 他本人就是金门的立委 叫陈玉正 他就讲了 他说金门其实很多地方 还是有这个 要塞堡垒法的管制 对于无人居的入侵 不管是军用或民用 只要是趋力无效 就要击落 他有这个概念 因为他是金门的立委 他也是按照他的年龄 有人也有经过 以前金门的这些战乱 那另外一个 吴思怀 就完全 完全不出乎大家的预料 他正常发挥 从来不会让大家失望 对对对 他正常发挥 他前一段 讲的还算是合理 还算听得下去 他说第一线的这个守军 把这个无人机击落是合理的 对正确的处置 然后接下来讲的 就不晓得在说什么了 接下来说 他说站在国安战略的高度上 难道是以后 每来一架 我们就要打一架吗 如果他是派用军规的过来 我们怎么办 要不要打 会不会引起开战 你在讲什么 你是要打啊 你在讲什么啊 他派军机来的不打要干嘛 跟他唱歌啊 他还是在战略的高度 还在战略 我告诉你 你吴思怀的高度 就是 卫战 巨战 害怕解放军 就这么简单 你还当过这个陆军中将 真的太丢脸了 我真的 我其实我蛮怀疑 台湾军队的战力 为什么怀疑 就是因为有吴思怀 帅华民这些人 还能够当到中将 这些货色还可以当到中将 吴思怀 你不要小看吴思怀 怎么说 吴思怀以前是八百壮士的领导人 在台湾领导八百壮士 对不对 他领导八百壮士干嘛 因为蔡英文政府的联金改革 要把他的十八趴拉掉 对他不开心 他现在就他就很勇敢了 他这个时候 抗战的精神都出来了 要争取钱 他的力量全部出来了 是 还带领了这个八百壮士 去冲撞立法院 对对对对 里面还出了一件事情 这个是我在网上资料看到 大家也可以去查 Google一下 吴思怀 那个维基百科里面 有提到这一条 就是在2018年4月25号 冲撞立法院的时候 八百壮士 为了自己的十八趴 要被拉掉 十八趴拉不拉掉 自由论断 我认为应该拉掉 不公平 不管怎么讲 吴思怀 这个时候了不起了 自己的经济利益受损了 他就带了八百壮士 去对抗了 然后呢 当天出了一件事情 当天出了一件事情 因为政府 这个自然单位 有摆巨马 然后巨马被群众 退翻压倒了 有压到警员 那其中有一个 是八百壮士 他是一个退役的上校 名字叫陈贤玉 咸丰的贤玉 就是山玉的玉 三支片 上面一个地域的玉 他就担心 群众因为会踩上去 就担心踩上这个 倒下去之后 再伤到警员 他就去阻挡 结果不小心 他的小指头 被一个油压剪剪断 剪掉了 就想小指头掉了 他太太旁边也很紧张 就在找 怎么找都找不到 怎么找都找不到 后来发现这个小指头 被吴师坏藏起来 吴师坏藏起来 他没有拿出来 也没有让这个陈贤玉去送医 然后他晚上开记者会 把这个小指头拿出来 很坏耶 所以将来有一天要凭这个 来指控政府 这个好像是压制 压制运动 什么作为一个证据 这种人 这么一个货色 吴师坏 见到解放军 就跟龟孙子一样 对 有这种中将 我所有说 我真的怀疑 台湾的战力 军队的战力 有吴师坏这种领导 军队的领导人 有帅化名这种军队的领导人 还包括以前还有几个 国军的将领 真的我觉得 还好他们已经退伍了 然后现在的我觉得应该 大家都有建立这样的观念 要保驾卫国 我相信应该会越来越好 退伍了 他现在还立法委员 好像还是国防委员会吧 国防委员会 对对对 好不容易挤进去了 他一直想进进国防委员会 真的是很糟糕 我觉得下一次选举真的要看清楚 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保驾卫国 不要投给这样的人跟这样的政党 太糟糕 对啊 不过因为这一次是真的把这个无人机击落了 所以那个中国方面那当然就会有一些反应嘛 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反应是 非常的冷静 我本来以为他们不是应该要什么开战还是要干嘛 还是应该要派那个赵立坚出来咬人嘛 因为赵立坚前两天大家还记得嘛 他还在记者会上很嚣张说 我们自己的领土在那边飞来飞去有什么关系 一直就说不要大惊小怪 对不对 我们自己的领土飞一飞有什么关系这样 结果他们的无人机 中国那边的人嘛 就是一张嘴 真的 真的就是一张嘴 真的 对不对 这次无人机打掉之后赵立坚藏起来了 对啊没有出面 然后反而是那个汪文斌 两个出来讲话 对对 一个汪文斌 然后一个朱凤莲 我说政府方面一个朱凤莲 温柔无比 我想说怎么忽然间变这么好相处 而且朱凤莲他不是记者会 他是人家有那个写书面问他问题 他用书面回答记者的问题 他也不见得是有人问 你知道吗 他这个应该是主动的 主动的发一个书面的问题 总之他是发了一个书面的 答记者问的这个书面文件 他说民进党当局企图借机炒作 制造紧张气氛 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极其荒唐可笑 就这样而已 这个东西荒唐可笑的在什么地方 根本就是你中国在借机炒作 是啊 是不是 弄这个民用无人机来就借机炒作 不是就是这样子吗 这个才是真正荒唐可笑的地方 我们上级讲的很无聊 是不是 就像那种小孩子对不对 那种恶作剧到你家按门铃 按了就跑 就这样 然后你有什么好开心好嚣张的 你不是这个小屁孩吗 然后汪文斌呢 他也是 人家外媒问他嘛 就在记者会上问他 他是先说我不了解相关状况 然后后来又回了一句说 台湾当局渲染紧张毫无意义 他不了解 他不了解还可以讲 对啊 他怎么知道台湾在渲染什么东西 对啊 然后你再去对照前两天赵立坚的那个嘴脸 但是我忽然觉得他们很好相处 然后呢 对付流氓就是要这样子 真的 对不对 对付流氓就是要这样子 对 我们讲过啦 这个流氓在你家对面 对啊 在那边叫嚣 你真的出去 他也不敢怎么样 对啊 对不对 但是他真的要进你家的时候 就把他打一顿嘛 现在就是这样子嘛 是啊 对啊 他真的进到这个领空上面来了嘛 对啊 不请自来为之贼嘛 你看到贼跑到你家 你还请他喝茶啊 当然是把他打一顿把他赶回去啊 对啊 这个施雨的守军开枪是很了不起的行动 是 因为施雨你知道距离多 下面有多近嘛 嗯 对啊 他就是一个小很小很小的岛 对 0.007平方公里 对不对 对 而且听说 不要说是解放军了 我告诉你 就是渔民 大陆渔民把他围起来他也完了 真的 对 坦白的讲他也就完了 但是他就敢开这一枪 没错 因为你看啦 明佑无人机可以飞过来 那个距离绝对不会是多多多远 因为明佑无人机的那个 操控的那个 是有限的嘛 所以明佑无人机 空拍机飞的过来 他表示他真的很近 然后呢 哇我们又要来讲一下这个 虽然有很多观众都在我们底下留言说 胡锡进的话真的是听听就好 也不要评论 胡锡进 但是我真的觉得 这个要评 一定要评论一下 胡锡进真的是奇葩 完全就是 他讲的都比这个 他正式的官方的发言人讲的好 真的 他有时候给我们的一些灵感 跟这些完全不一样 他呢 前两天就是我们不是有先开枪 就区区里那一次嘛 然后他那时候他就讲 就是实弹射击那一次 实弹射击那一次 对 他说严格来说 台湾军队已经开了第一枪 这个很严重 如果接下来 台湾军队胆敢 他用胆敢 再击弱我们中国的无人机 那么将更加的恶劣严重 构成极其危险 且后果难料的先例 所以台湾军队那样 代表着中国 有理由 对未来台湾的某个目标 发射实弹 而且将它击毁 催急落 哇塞好狠喔 他意思是说 我们 你改开枪 我们以后就会对你台湾 真的是实弹 攻击 结果我们今天真的开枪了 真的急落了 哇 胡锡进很敢 他说 根据我老胡 多方面的研究 那个无人机 不是解放军 不是解放军 是中国个人 人民 他们只是一个无人机的爱好者 然后就是 把无人机飞过去 不是军队的 是厦门地区的人民自己的 自己的个人行为 所以他就说 这些大陆玩无人机的人很多 他们只是喜欢自己拍一拍 然后放在自己的微博 只是说要跟大家交流交流而已 所以他说 金门方面 你们不要这么严格看待 这些都是人民的无人机 你们不要这么严格 不要这么严格 不要把事情搞成是这种两岸关系的紧张的点 你很会 那你前几天讲的是什么 不是说要对我们时代射击攻击吗 他讲的东西多了 对不对 美军 美军军机降落台湾之直 就是武统打响之日 结果经济已经 降了不晓多少次了 降了不晓多少次了 美军人出现在台湾的时候 对不对 也是武统台湾之时 对 解放军武统台湾之时 结果美军人来了 他说 为什么只来四个 如果来二十四个 我们就打了 定点清楚 哇 很会在那边闹狠话 裴洛西要来的时候 说我就把你打下来 结果呢 裴洛西都走了 你胡锡进在看吗 真的是 你知道吗 胡锡进年轻的时候还蛮帅的 对 裴洛西来的时候 因为他不是在那边杠裴洛西吗 对 说是把他飞机打掉 是 那也是 应该是中国大陆的网友 就找了一张胡锡进年轻的照片 跟裴洛西年轻的照片 跟裴洛西年轻的照片放在一起 他真的蛮帅的 所以我 由此我也相信 向由心转 真的 向由心转 胡锡进现在 他那个样子 其实跟我差不多了 我也是向由心转 我年轻的时候很帅 对 现在也是 眼泡 眼泡一大堆 眼袋 眼袋一大堆 胡锡进也是 变成现在这种 这个 我很难形容他那个脸孔 那个样子 应该是说 看了你就会觉得讨厌 很讨厌 真的 真的就是看了让人讨厌 嗯 有时候真的是啦 就是说 你讲话 我觉得任何事情做评论都是 就是 我们有一个成绩叫什么 面目可正 可正 对 言语什么 嗯 言语乏味面目可正 我不晓得 这个用来形容胡锡进 形容我也不错 哈哈 不会啦 你是靠眼吃饭的 你现在还是 慈眉散目的老人家 哈哈哈哈 对啊 总之就是 真的 我觉得你要绕狠话 你要真的做得到你才绕 你不要每次都做不到一直绕 然后就每次都画红线 红线画好 人家就踩过去 好啦 我觉得未来 当然了中国 我觉得对这方面的 应该还是继续骚扰我们台湾 我觉得没有关系 你敢来 我们就是敢 处理 你不要以为说我们都是 不敢 就坐在那边看而已 真的啦 你敢来我们就敢处理 不知道蔡英文 在我们极落她的时候 蔡英文讲了一段话 我也讲得很好 她重申 面对 中国以无人机侵扰等 灰色地带冲突的手法 这灰色地带冲突的手法 就是包括我讲的什么 ADIZ 海峡中线 什么什么东西 这些都是 台湾不挑起人的争端 但不代表不会反制 没错 我觉得真的做人不要太过分 人家老师 我留给你三分面子 你自己就要知道 已经给你台阶下了 就不要一直过来 其实他们很厉害 中国是一直赢的 对不对 无人机飞过来 没有打她 你看 我们飞过去她还不敢打 赢了 赢了赢了赢了 飞过去被打下来了 不是解放军的 是民用的 超赢的 赢了赢两次 很会讲 都他们赢就对了 对 好了 那就给她赢 那我们就是这种 这种 怎么讲 货色就给她赢好了 没关系 他很少用这种词 货色 真的是这样啊 你有时候会让人说 好了好了 给你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订阅频道 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在节目上架 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那喜欢我们这节目 记得按赞 而且我们也会在这里 以及影片说明栏 放一些推荐的影片 欢迎点阅收看 谢谢 我们下次再会咯 拜拜 拜拜